我們今天就照應懲罰 那跟我們說明一下 好 裁判專員報告 本岸基地做肉餘台北市新一區 值得亂特小辦3191號的特殊基地 預計新建社會法委實行 政中市域1525的公共住宅 本岸今天106年2月24日 第177次環民會審議決議 請開發單位於三個月內 以下令意見普通修正後 再送回委員會審查 1. 針對基地附近衝擊影響 因果評估並提依應措施 2. 依從區域性整體發展構想 來說明本台發案的必須性 3. 委員及相關機關所提的其他意見 開發單位已提上該決議完成修正 並且受環境想說明出法修例等 資料與並同本次的開發通知單位 轉送給相關委員及機關 也請開發單位請報說明後 暫停委員會討論 一向報告 好 那我們就叫我們一程進行 首先我們就請出發局開發單位做報告 報告幾分鐘 15分鐘 我們就請出發局 好吧 那民居長 希望不要超過時間 那我們要不要提前請報告幾次一下 好 我們來計時一下 好吧 好 謝謝 報告幾次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在場的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15分鐘的報告 我本人代表申請人杜發局做5分鐘的簡報 接下來就叫做專業團隊 兩年前的3月16號 市府第一次清楚的和廣誓的朋友們 說明整個規劃的原則跟內容 去年的4月6號科市長率事部團隊 就大家最關心的議題之一 地質專探的結果和大家報告 今天特別請了中央大學地質科學研究所的王前寅教授 他在去年4月6號也有本人協同市長和各位說明 那因為4月6號市府清楚的交代了專探的結果 所以在去年的議會的第二個會期 開始進行和議會爭取預算 預算在去年的第二個會期通過 今天是經過9次的公聽會之後 第二次在環評會 則各位做報告 在都市計畫的層次去年的4月 本基地6.4公頃 通過內政部的都市計畫的程序 是特專區 特專區有一個在這個基地相當重要的重點 北基地 南基地 總共有3.01公頃的開放率 佔6.4公頃的47% 在三個關鍵日期 104年7月105年4月跟105年的8月 容積從35337.5成為300 在去年的8月 戶數是1562戶 在今年的2月24號第一次審議 環評審議的過程當中 當時因為正在規劃 容積並不是300 當天是324修正成3億4 今天清楚的和各位委員說 在經過一個月的努力 這個案子的容積就是300 而且戶數從1560再下修成為1520 這個是整個設計的過程 就是兩年的過程當中 從高度往下降 容積往下降 開放空間增加 這是我們設計的過程 去年的4月16號 在和所有的朋友們 公開說明地址的專探的時候 有一個工程上過去沒有一個案子是這樣執行的 尚未定案就事先進行專探 是12個孔到地下100公尺 8孔到地下50公尺 他的結論就是清楚的從工程的觀點 本案可進行建築工程 居民關心的除了地質安全還有綠地 本案的北基地 加上南基地 總共3.01公頃的開放空間 這個是清楚的以都市設計準則 做最清楚的規範 未來就是這個數字 這個基地很清楚的 我們把整個區域韓四壽山 視為一個精神上同一個基地 也就是說 離這裡300公尺步行距離的四壽山 永春培公園有3.98的 而且這是都市計劃把住宅用地 走路300公尺的永春培成為公園用地 這裡面各位可以清楚的看到 在兩年的過程當中 居民的反應 我們一一在規劃裡面 用清楚的讀向回應 北基地 南基地的開放空間 甚至還包含 列入容積的半戶外的開放空間 還有這裡面清楚的在各種的說明場合上 它有社會局衛生局的社服設施 但是我們和地區商業和圖書館 在出入口有設計規劃的分開 使得這裡是一個優質的社區 同時上次跟各位說明 這次在用更清楚圖像的說明 我們不把這裡當作一個房地產開發 精精計較的面積來做開發的原則 這個案子非常特別 相當高的比例的空中花園 所以即時計入容積 它是開放空間 市長清楚的交代 現在我們自己是否要做模範 因此公共空間要放出來 未來這個居民 周圍的居民要做都市更新的時候 周圍的開發是容積三三 對 對 對